这个人将自己开膛破肚 强化五脏六腑 移植鳄鱼皮 犀牛角 患上坚韧的野兽筋络 毒杀全身痛绝神经 用天蚕丝缝合 最后将自己浸泡到药水中 虫活身上细胞 最终变成一个刀枪不入 毒火难亲犹如 金刚不坏之身的怪物 不是嫌自己不够丑 而是他宁愿战死 也不接受失败 当日凶颜王败在问天手下 本想放弃森罗绝育 去泰山夺琥珀 但是想到自己元气大伤 就算斗得过江湖群雄 也斗不过天尊使 想要翻盘的唯一机会 就是炼成万药战体 于是返回森罗绝育 顺手杀掉帮助过问天的 蛇妖和鼠妖 另一边北明雷带领妹妹北明雪 问天以及一众北明弟子 离开山庄 投诉在距离八宝山庄 二百里外的一个镇子 这一路来问天 风光无限 尽得同门弟子拥戴 北明雷渡火中烧 对问天大打出手 却反悔激伤 眼见北明雷口吐鲜血 问天心存歉意 于是把神浓尺交给北明雪 让其拿去给北明雷治疗 夜晚凶颜王手下六妖 突然破门而入 闯入客栈 问天一夫当官 正准备迎战群妖 却见对方向自己丢出两物 竟然是蛇妖和鼠妖的头颅 此时屋外走近一个三米多高 头生一脚 全身墨绿模样的怪物 赫然是已经炼成万要战体后的凶颜王 问天手持神浓尺在战凶颜王 然而刚一照面 神浓尺竟被对方一拳轰的粉碎 原来当日下榻在客栈后 北明雷被突然闯入的凶颜王挟持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设计掉包了问天的神浓尺 等凶颜王再度来袭 胆小的北明雷 立即带着北明雪抛下问天逃离而去 神浓尺被击碎 问天胸口也被对方拳头击中 口吐鲜血飞出客栈 眼见对方来势汹汹 问天落地调整身形 双方随后激烈交战到一起 凶颜王虽失去痛觉 但在问天的绿币连翻攻击下 感觉头顶直冒雪碧 错愕万分 赶忙叫狐妖取来 神浓尺疗伤 问天健壮 以为是北明雪出卖自己 心如刀割愤恨不已 但如今生死一线 又重新燃起斗志 莫夫 改造成人不仁妖不妖又有屁用 还不是要靠神浓尺保住狗命 问天的话 犹如利剑刺中凶颜王死穴 狠狠践踏他的自尊心 凶颜王怒火中烧 好 老子就靠真本是杀你 说吧 把神浓尺丢给手下 随即飞旋半空 亮出大招 转世无门 无数拳影对问天轰击而下 来世空前猛烈 生死存亡 问天手中无数八卦影显示四周 是展出还未练成的 天外逍遥片第三章 神池无腕 挂象如轮急转 连轰凶颜王要害面门 但仍无法挡住其攻势 凶颜王乱拳 如暴风雨般击中问天 问天如炮弹 撞入地面爆出一个巨坑 全身骨骼碎裂昏死过去 凶颜王在问天的攻击下 也被打得全身直冒雪壁 回到地面刚刚站稳 感觉一股静风袭来 刚回头就见一团火光直扑面门 随后被神浓尺砸中脑袋 昏了过去 此时一人一龙出现 趁乱就走了问天 在躲过追兵后 问天也在神浓尺治疗下 恢复伤势 转醒过来 有感此次为夺琥珀 强敌如林 问天发奋图强 彻夜苦练 天外逍遥偏心法 在神浓尺灵力 与天晶绿珠相互 无所下 体内气息 如万马奔腾 挂芒气象爆起数十丈 破空万物 终于正式突破 以三章弓法 神池无腕 功力获得大幅提升 而后祖孙两人决定 去而复返 暗中监视兄阎王 等候时机四机而动 却见兄阎王率领 一众妖兽闯入飞沙谷 会见天尊使阎神 御用增强夺刀机会的借口 以麾下人马进行赌道 作为天地盟两大尊使 两人多年视如水火 相互看不顺眼 在一番言语相机下 阎神怒游心声 运气不死鸟神功 是要取兄阎王向上人头 双方爆发 激烈火拼 以往战斗 都是以阎神技高一筹 但是兄阎王 练成万要战体 变得力大无穷 钢筋铁骨 经过一阵交锋 两人势均力敌 阎神星之再战下去 虽然能赢 在连阎徒增损后 为保留实力 假意败走离去 随后兄阎王率领 拜火众教徒返回到百乐战 另一边 子夜时分 八宝山庄灯火通明 庄内人头涌动 场中八盏孔明灯 遍布四周 中心石台上 叠立六个大地 为了避免天地蒙 夺得琥珀 疑惑人间 神蒜子卓不凡 身着盗袍 不惜以寿原为代驾 施斩 鬼谷秘传 六顶绞天大法 欲提前获歇 琥珀出世所在 最后在口吐鲜血中 一齐罩献 齐了 齐齐字 但凡人窥视天机 如冲撞上天权威 之后 他惊人天怒 一道树杖宽的巨雷 将六顶劈成粉末 底下石台也炸裂开来 方人向周围区域席卷而去 所见地面全部崩裂 天空降下无数拳头大的冰雹 造成大量人员死伤 待到一刻钟后 天灾渐退 劫后余生的众人 从卓步坊口中获悉 七兆玉士天崩地裂 天降冰雹 重云遮天 瘴气盖土 死人盗树 活人成尸 冰刃袖裂七种天灾 琥珀将在十二个时辰内 于西北方县市 七兆已现其二 时间已破在眉睫 铁心八字复原不够 入夜卓步凡将失传的 乾坤宝环赠予铁心 希望能为其增强此行运势 第二日 铁心率队带领一众武林人士 向西北方向出发而去 经过昨夜地震蹂躏 沿途土崩石裂 众人行至途中 却见山坡上数以百计棺木林立 死人盗树 臭气熏天 无数飞黄 遮天席卷而来 蝗虫见物极势 无论人马都遭到铲鸟不适 而且蝗虫消化惊人 饱腹后排出剧毒液体 兵器处置纷纷锈炼 三大雄灾连环 卓步凡心念急转 以魂后内隐生的形象 因波如汗雷爆轰 无数蝗虫被震得晕死坠地 其他人等也纷纷笑话 终于逼退黄犬 还未夺刀 人员已损失惨重 队伍削减四百余人 但急不狭则 留下伤者后 众人继续出发 却不知周遭群狼环伺 凶颜望带领着一众败火教徒 另外来自五湖四海的十多个邪派 都在不远处虎视眈眈 没过多久 武林群雄到达泰山脚下 密林幽暗阴森 正感觉心中忐忑不安 脚下土地突然剧烈震动 树木连根倒塌 土崩地裂 大量瘴气纷涌而出 吸入仗气者 顷刻间面如死灰 口吐白沫 无数人马被毒身亡 但是不消片刻身亡的人 竟又站起 见人就咬 七兆凶结尽献 神算子卓不安 慌忙带领众人夺落而逃 行到尽头 只见一道金色高墙 矗立于眼前 朔航转体大字 刻于其表面 辟魔风邪阵 紫牙利 人心欲 天浅欲 相传 当年江太公辅佐周五王激发 先莫大战山河变色 为防虎珀落入凶邪手中 江子牙 以最高道数布下齐阵 镇压虎珀令群魔 无法夺到 辟魔风邪阵 形如潜字 阵中有阵 五行心涅阵暗藏 其中凶险万分 卓不凡在一番警示后 群雄众人踏入阵中 鲜之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